据以色列新消息报16号消息 知情人士透露称 上周访问欧洲国家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希望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一起访问以色列 试图将乌克兰的状况与以色列联系起来 但遭到以色列拒绝 据称泽连斯基被告知访问的时机还不常数 此前据美国新闻网11号报道 泽连斯基正寻求访问以色列 以支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针对加沙的行动 一位乌克兰官员透露称 泽连斯基办公室已向内塔尼亚胡办公室 发出访问的正式请求 报道称这次访问将增加国际社会 对以色列反攻加沙哈马斯的支持